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掀开感应篇 第120节 有望杀人者 是一刀兵而相杀也 前面讲过恒实人才 这是属于道 道 决定是负债 负债呢 当然要偿还 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佛所说的全是四十 因果通三世 所以欠债要还钱 这一段讲的是沙僧 沙僧是欠命 欠命确定要还命 那么由此可知 沙僧道 其实是真正的自害 决定在这个地方 占不到便宜 得不到利益 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决定不干这个事情 反过来 反过来 不到 得大富 不傻得长寿 你想想看 富贵 健康长寿 是人喜求 为什么造这个物衣 损自己的财命 这是愚痴到了基础 这个 住节里面 住的非常好 虽然住的不多 但是 确实能够提醒 我们对这个四十的重视 小住里面说 上言横取 前面一段 将这个横取人才 而以妄杀极言之言 这个借着是将冤妄杀人 以妄杀之四 横由爱才令才而起 古今中外 这些事情 我们听得太多了 看得也太多了 尤其在近代 我们在报章杂志 这个资讯里面 几乎天天都见到 几乎天天都见到 冤妄杀人 举了七个例子 举了七个例子 管有一种 障碍别人断灰灭的 那个罪过比杀人深还要严重 这个道理 与四十确实 不是大声大邪 说不出来的 杀人生命 在一般世俗里头 有这么个说法 四十九天之后 他又投胎了 他是被人冤枉杀的 如果他的佛路还没有尽 他又到人道来投胎了 所谓是二十年之后 又是一条好汉 这是将因果循环 轮回的现象 这是真的 他会来报复的 正当的行为 神仙人的教我们 冤家遗解不遗解 何必给人解冤 那 极力的要把冤仇化起 大家和平共处 互作和作 这有多好呢 何必要讨债还债 要远远向报 这个世事的恩仇 这就是 轮回国报里头 第一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那么这些 总而言之 都是从贪嗔痴起 所以佛讲 贪嗔痴叫三毒烦恼 三毒要不消除 不但是轮回无尽 三恶道总是不能离开 第一章菩萨本愿经里面讲的好啊 我们常常读啊 要记住啊 菩萨慈悲在卧道里头度众生 只要你有真是好法善根 菩萨都帮助你 可是帮助你超身了 你在等人生 没多久啊 又回到卧道去了 他不能从人道往上超身 人道打个转又回到卧道去了 这个现象 因果我们看得清楚啊 只要你稍微冷静一点 就在我们周边 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能没有警惕 没有警惕 愚痴 还随顺烦恼 还随顺习气 这是经上讲的 颗列明哲 讲的一场体 一场体 颗列明哲 不是讲的别人 佛在经上 字字句句是讲的自己 也应当进去 应当进去 那么这个地方啊 他给我举了七个例子 第一个是段月 这就是法官 判案子 受到人的贿赂 冤枉别人 啊 虚杀别人 这是冤枉杀人第一种啊 古无军中外都有 啊 第二呢 这是行司 啊 行司是什么意思呢 行军 这个司是军队 啊 行军作战的时候 啊 放纵 属下 四兵啊 啊 去努力 人民的财产 啊 啊 杀害无辜 这冒功 啊 这个事情 有啊 历史上也很多 啊 所以我们 从历史上去观察 自古以来 做大将 能有好儿女 有好后代的 太少太少 啊 什么原因呢 啊 滥杀无辜 啊 只有 这个将帅啊 明里 读过圣仙书 啊 爱护老百姓 啊 这个少 啊 后代也非常好 在中国历史上 最著名的 古字语 啊 乳将啊 啊 后代好啊 啊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 仔细去观察 凡是 不爱惜人命的 啊 这种将帅啊 后代都非常凄惨 啊 甚至于自身呢 都不保 啊 啊 这个很多 啊 第三种呢 用药 这是讲医生 啊 现在医生 这种医生太多了 啊 你这个病呢 本来很简单 很容易给你治好的 他为了要钱 啊 故意啊 不给你治好 啊 啊 为什么呢 你天天找他了 天天送诊断费啊 啊 这个心很不好啊 等于杀人一样啊 啊 啊 把人约病拖延了 亲的病拖成重病啊 啊 到最后不能医治啊 啊 这是有意去杀人的 比那个容易杀人的罪 比那个容易杀人的罪还要重 啊 其目的呢 不过是取材而已 啊 啊 第四种呢 是破孕 啊 啊 这个就是现在所讲的堕胎 堕胎是杀人 罪过极重 啊 啊 这现在人不懂这道理 啊 你看看 佛所讲的 这个小孩投胎到你家来 跟你家四种人 是报恩 如果是报恩来的 你把他杀掉了 是恩将仇报 恩又戒成冤仇了 你说麻烦不怕 如果是报仇报怨来的 好 这一下子说 面上又加缘 这加重了 啊 所以这个事情 决定干不得 极重极重的罪业 啊 做佛书 才了解这个夜阴果报的口味也 啊 那么世界人 为什么 现在做这个事情这么普遍 啊 啊 我们常常出门再去这个 呃 啊 啊 看到这个车 车上都有广告 啊 堕胎 一千两百元 啊 这个医生在打广告 专门替人堕胎 这个医生呢 说个不好听的话 筷子手啊 专门杀人的啊 啊 啊 他杀一个人得多少钱呢 不过一千二百块钱 啊 这个罪不得了啊 啊 你七一生欠多少人命啊 你得到的利益又有几何 啊 干这种啥事情 啊 世间十十多多谋生的行业 他不干 他干这个事情 啊 啊 那么这个讲杀人 杀畜生 那就更不必说了 更多 畜生也是命啊 啊 你杀一条命 将来你要拿一条命去偿还他 啊 世间 为什么会有战争 为什么会有留学 无非是煞业的果报 啊 啊 佛说的好 如果要想世间 永远灭除 刀兵戒 这个刀兵戒 战争 永远灭除战争 佛说了一句话 除非众生不吃肉 啊 众生要完全断绝肉食 世间的战争就没有了 就真正能避免了 换一句话说 你还想吃众生肉 你就不能避免战争的祸害 啊 我们学佛 特别是念佛 习求在这一生当中 永迫轮回 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们想想 还能不能吃肉 啊 虽然佛在经上没有说这么一条 我们自己要能想到啊 啊 啊 还吃肉 绝定不如法 啊 啊 换一句话说 你要能够把肉食断掉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有把握 还不能断掉 啊 啊 勉强说 我吃三斤肉 往生确实没有把握 理与司都要清楚 都要明了 啊 啊 第五种啊 叫亚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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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啊 啊 抗战期间 啊 我在贵都念书 啊 啊 啊 西西云贵一代啊 啊 少数民族 他们养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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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放股害人呢 也多半是危 啊 谋财害命啊 干这个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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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种啊 风水啊 啊 清坟害人 决地之祸 啊 啊 这是看风水现实的 啊 往往也是因为贪图钱财 啊 破坏别人的风水 这个居心就不善了 啊 佛家对这个事情 啊 阿南问是佛基雄经里面就说得很清楚 啊 说得很明白 啊 佛在经典上讲这些东西 啊 说明其所以然的道理 风水用现代的话来说 居住环境 啊 我们人有居住环境 鬼神也有居住环境 啊 我们破坏鬼神的居住环境 也惹祸 啊 啊 借经 佛告诉我们 数目 高度超过一个人 都有居住 啊 啊 居住环境 啊 有一些灵鬼呀 呀 依附 草木 啊 啊 啊 他依附着 他那就是他的家了 他住在那里啊 啊 啊 不是树成金成神了 啊 是有鬼神呢 居住在这个地方 啊 所以佛告诉比丘 啊 从前在山上住小猫棚 啊 就地取材 大个猫棚 那当然要砍树 砍树一定在三天之前 去祭祀 去送金 咒怨 请他们搬家 啊 先打交道 啊 要借他的房子 我要搭个毛棚修行 啊 人与人关系要处得好 人与鬼神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啊 啊 请他牵居 啊 不是任意啊 可以能看法的 啊 今天天灾人祸这么多 啊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没人想的 今天人只讲科学 科学还没有达到 这个程度 啊 啊 这也是属于杀人 啊 第七个 荣斯 啊 这即将是杀人会灭 这个词是老师啊 误人子弟 误人终身 啊 害人子弟啊 啊 啊 这个杀人是不一样啊 啊 一个是杀人生命 这是杀人会灭 啊 罪过 灯头 这个后面 结论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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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有人祸 比有天险 啊 虽然杀人呢 施足自杀儿 啊 尤其是杀人会灭 啊 这个在佛经里面讲的 这个罪业啊 比杀人生命 不知道要超过不少倍 那么这段事情 我们过去曾经讲过 法奇菩萨殊圣之要经 大家读读这个经呢 就了解了 啊 就知道啊 破坏人学佛 障碍人学佛 这个罪过有多重 经一开端 佛举一个例子 啊 有两个比丘讲经说法 啊 有一些人因为嫉妒 啊 啊 来破坏 造谣生死 啊 使听证对法师 失去信心 啊 这个奖经到场被破坏了 造作这个罪业的 我们在经上看的 经上是讲我们人间的时间的 一千八百万年 一千八百万年 多地狱 啊 我们人间一千八百万年 地狱跟人间有时差了 时差很大了 在地狱里面感受的 无量戒 所以是度日如年 何必要造这个罪业 念头一转 随习功德 那你的佛报就无量不变了 随习是绝没有嫉妒 绝没有破坏啊 欢喜赞叹 啊 劝道人好好的舌 你这个功德 跟讲经说法功德一样 啊 殊胜的古报不可思议 啊 你看看霍福 常言说的好 都在一念之间 一念觉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修无量无边的佛报 啊 一念迷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啊 啊 佛菩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恩德 有多大的恩德 诸位从这里可以能体会得 啊 啊 这是佛真正救助我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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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感恩的 啊 用什么方法感恩呢 一教奉行 啊 真真听懂 相信 啊 认真努力去做 这是暴风啊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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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